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2018年就提出这件事 记得第一天开机拍 就已经是2019年3月的事 拍了这么久才出街 有点感动 有没有什么考量呢 我笨的 因为我觉得四个当然 我不知道他们四个关系是怎样 还有我发觉里面有些音乐人 不是住在香港的 我发觉很多都真的 好像麦雷·雷仲德移民 他就在英国 我要趁着他可能会回来六天 去年有个时间他回来 打算四天 争取时间在那四天里 找个时间来做 但刚巧得那么巧 其实我那个时刻 又去了来地拍摄 我记得是去了 拍《长命不老》 有个健康节目 那我就说 糟了 我这么辛苦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他又肯做 那怎么办呢 终于我找到他最后一天 是大家 我又赶到回来香港 他又肯做 但做的时间其实很刁转 因为那天其实都排了录音 我好像知道他本身是陆毅明的 他给了几个小时 但是在早上 我当然在早上 他给了早上 他肯用早上睡觉的时间 和我服务我 因为他其实不是做宣传 他真的不需要拿那个时间给我 我最欣赏Leon的地方 就是他有那句说那句 你说刘永良 那我去到现场 准备埋班拍摄 坐下 然后他就突然拋了一句出来 原来你都唱歌的 我Google了你 你Google我 那一刻突然之间 有些受宠若惊 然后在现场 因为我在琴行里面做 做完整个访问之下 他有邀请到我 拍摄的 是合唱了一首歌的 其实我本身也想唱歌 对不对 好啊 虽然没什么预备 看歌词就看歌词 照唱 幸好也不是太失礼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 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如果我变成一个歌手 我唱歌就会变成一个压力 我现在突然之间 在节目里面唱一首歌 上流行基地50年唱一首歌 我是轻松地唱的 我没有一个唱歌要唱音准 咬字要好 那些 我不用怕这些东西 因为我始终现在是一个主持 主持唱歌 没有人批评得那么多 我觉得 我看不见 在节目里面唱一首歌 有没有人批评得那么多 你怎么看不见